臺中一名國中教師日前 被一位二十幾年前的學生 A小姐指控全市性侵 兼有兩位當年的同班同學 出面揭露這名教師的手法 而臺中市新聞局長 鄭兆欣則在臉書嘲諷 人本基金會是搞不清楚狀況 就引用了錯誤的資訊 緊急刪文道歉 臺中一名A小姐 這個月十七號出面指控 二十多年前還是國中生時 遭到當時導師全市性侵 後續還有另兩名疑似 受害者出面舉發 人本教育基金會連日質疑 臺中市府護航狼師 要求立即停聘 沒想到三十號晚間 新聞局長鄭兆欣在臉書發文 停聘是半薪 留職停薪是全薪都領不到 來質疑人本 不過早在二零一零年 就已通過教師法修法 涉及性侵害教師 停聘期間不再給薪 留職停薪 第一個 他不是行政程序 在留職停薪期間 他依然在學校趴趴走 他參加了很多活動 甚至畢業典禮 與其把力氣放在抹黑人本 還不如好好的督促教育局 趕快把這個案子好好的調查 新聞局滅火不成反放火 鄭兆欣三十一號清晨六點緊急刪文 中午則在臉書聲明自己閱讀錯誤資訊 向人本致歉 師傅強調 目前接獲兩件檢舉案 都進入聖評會調查中 近期就會公佈結果 跟大家透露一下 派要有結果 那我們會這個 一旦有結果相關的這個調查小組 相關的會議有所決定的話 可以向大家報告 本案雪球越滾越大 兩名自稱是A小姐當年的國中同學 三十一號也出面揭露 這一名老師如何操控詮釋 增加與女學生獨處機會 國中的時候黃老師很常單獨接送A小姐回家 很多同學都曾經募集 黃老師長期對她單獨課業輔導 從國二一直持續到高中 當年的她手握很多資源 是個連主任 校長都要盡她三分的人 現在回想起來 師母和小孩大概是她最好的擋箭牌 目前已有17名A小姐國中同學連數 一起寫了公開信給教育部長潘文中 希望中央能介入督導台中市教育局公正調查 還受害者一個公道 記者 民風 安全臨掃會 沈志明 台北 台中報導 記者 民風 安全臨掃會